這款這麼漂亮的角度內試車實在是一件賞心樂事 而這次試的是日產旗下改裝品牌 Nismo 所初到的 Jude Nismo RS 及 Fair Lady 370 Z Nismo 版本 Fair Lady 本身已經是小鋼跑 很好奇 Nismo 會如何將它改良 車身的變化不多 但鬼面罩的面積加大了 車頭兩側的LED燈亦刻畫出比上一代更具煞烈的感覺 車窗的設計非常像日本動畫中的機械人駕駛艙 加上紅黑雙色調、熱血之餘亦極具侵略性 但一部熟類是絕對不容易操控的 可能為了營造載車感、極力指、波棍、軚盤都很重 抹踩一下的力指都需要很大力 加上寬容度不高 初時未習慣時實在是一件苦差 不過當習慣操控3.7L V6 自然吸氣引擎 真的不能夠小看 至於Jude Nismo RS 較為有驚喜 經過Nismo 改裝後 車身線條的空氣動力學做調校 就連車側的壓力都修改了設計 就是為了減少封鎖 內櫳同樣以紅黑作為雙注式 不過加上驚皮賽車桶椅 以及大量驚皮車色 SUV 感覺消退 所以代之的是跑味和熱血感 圓用1.6L直四Turbo引擎 經過提供後 推出210匹馬力 加上四驅和輕鬆軚感 車身剛性強 加上懸掛承透力街 公關時平穩 甚少出現傾斜的情況 Jude Nismo 成功將它增值 變得更好玩 先出現傾斜的